大一开学 爸爸给了弟弟一张银行卡 说是他四年的生活费 完了转头 看了旁边站着的我一眼 谁家闺女上大学了 还问家里要钱 想点办法不就有钱花了 别指望你老子 我掏钱给你 我的钱只能给我儿子花 接着 我脑中想起了金属提示音 恭喜宿主 获得一百万块奖励 哦吼 原来他给了我第五十万啊 其实我有重女青男系统 遇到偏心双倍赔付的那种 郑文现在开始 我爸有钱 人称王千万 家里光楼就两栋 但是他重男轻女 我花他两块钱买瓶矿泉水 他拖鞋追我二里地 我第九八里连开时评 他眼睛都不眨 只夸自己儿子有魄力 我跟我弟是龙凤胎 他比我先出生 但是 我是姐姐 他是弟弟 我上面还有个大姐 从小我大姐是长女 我弟是妖子 他们俩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而我是超生的产物 流转于各个亲戚家 我爸在有钱 我家在有权 我还是像个垃圾一样 被丢来丢去 我不值得让他们担上一点点风险 直到我上了高中之后 我爸生意做大了 国家开放三胎了 我才被接回去 命运捉弄 我跟我弟弟连高考分数都一样 我们俩又考上了同一所大学 我俩临上学之前 爸兴高采烈地回了老家 大办了三天流水席 让我去陪酒 全村的人都知道 我家要地数学考了满分 却没人知道我的成绩 甚至无人过问 我弟弟正狂欢 我独自站在墙角里 担心了大学学费问题 耳畔却想起了一阵 嗡嗡作响的电子音 滴滴系统检测 此人具备绑定条件 滴滴 性别 你 姓名 姚绵绵 年龄 18岁 请问是否愿意绑定 重男轻女双倍赔付系统 如遇到偏心情况 您将获得双倍赔付 赔付费用将由您的父母承担 如果赔付费用超额 系统将会收取您父母的健康 寿命 气韵作为补偿 请问是否愿意绑定 我有些犹豫 毕竟是我的亲生爸妈 我望向我爸的眼神 对我爸捕捉到了 他突然就冲我骂过来 大好的日子 就TM你拉着个脸在那储着 我们家欠你了是吧 你怎么就不能像你弟弟那样 热情大方 整天一副死人脸 给人谁看呢 给你们办升学宴 亏了你了是吧 我抬头 看向那大红的喜字 上面只有我弟弟的名字 王天杰 旁边的亲戚大话问了一句 小棉甚至没有吃饱 再叫过来多吃一点 我爸一摆手 别管他 他外号就叫一碗饱 玩大玩小 都只乐意吃一碗 他跟正常人不一样 他看人就落脸子 神经病 啊 一碗饱 是因为我只敢吃一碗 玩小 我不敢乘饭 怕被嘲笑是猪 没吃过好东西 晚大 我不敢生饭 怕被说是好日子过多了 这个家里 我活得真是不履为坚 我对系统说 我绑定系统 我想让他们受到该有的惩罚 系统爽快地接受 恭喜 你绑定成功 期待您的表现 您父母赔付的次数越多 后期您就可以靠赔付次数 升级本系统 我们的目标是 公平及正义 我坐在绿皮火车里 心里想得像敲小鼓 一百万 我第一次有这么多钱 我到了下一站 直接就下车了 买了高铁一等坐 凭什么他的钱王天杰能花 我不能 我敢打赌 我爸银行卡里 就算少了一百万 他一年半载都不会发现 等我到了学校 我弟也到了 与我的绿皮火车不同 他是坐飞机来的 而且是我爸妈亲自陪他来的 我们四个人 在校门口相遇的时候 我妈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我妈对我解释道 本来想喊你一起坐飞机的 你爸说你没坐过飞机 怕你不习惯 就没喊你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 没关系妈妈 爸说的对 我坐不惯飞机 绿皮火车也挺好 系统 恭喜宿主入账两张飞机票 折现为六千元人民币 我压下嘴角的微笑 装作平静 妈妈 你跟爸爸去陪弟弟吧 我先去找宿舍了 我妈还想说什么 我爸打断了他 你跟他落里巴缩干什么 赶紧去帮儿子买东西 又看了一眼我 你也别闲着弄完东西 就过来给你弟弟铺床 你当姐姐的 在外面就得时刻 想着照顾自己的弟弟 我弟无所谓的样子 第二郎当的站在旁边玩手机 家里保姆没跟过来吗 你让姚绵绵来 能有什么用 他笨手笨脚的 我爸耐心给我弟解释 人家说学校不让保姆住男宿舍 这样儿子 爸爸回头在学校附近 也买栋房子 过来陪你怎么样 我弟游戏输了 嘴上脏骂一句 靠 再说吧 他头也不回地往宿舍去了 我爸妈批颠批颠跟后面 看上去不像是老子 倒像个孙子 我爸果然说到做到 第二天就让人在学校门口 买了一套房子 写的我弟的名字 我是被系统的提示音唤醒的 映入眼帘的是两本房产证 上面是我的名字 恭喜宿主 起提两套130平的大平层 目标人物赔付房产两套 果不其然 下一刻 我就看见我妈在家族群里抱怨 我爸由于决策失误 赔了1200万 我算了一下 刚好是两套大平层的总价 开学两个月 大半个校园都知道 王天杰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了 他形势乖张 时间半个月就能换一个女朋友 这天下课 我弟拦住了我 旁边有不明真相的同学跟着起哄 他身后有同学冲我吹口哨 妹妹 我们王同学 是不是有个恋爱想跟你谈啊 王天杰皱眉 狗儿子不懂别瞎说 这是 这是我们家保姆的女儿 也算我半个妹妹了 没开到黄色玩笑 这群人怎么甘心 妹妹 请妹妹吧 眼看越来越离谱 我开口打断了她 有事就说 没事就滚 紧忙着呢 她脸仗成出干涩 你既然这样跟我说话 你不怕回去挨打了 我斜眼看了她一眼 你当你爹呢 要没事闪开 别打扰我 真是惯的 我刚要走 她一把抓住了我的袖子 我想要你设有苏珊的联系方式 你多搞过来 我无语 就这屁事 你不会发消息 哦 她怕我问她要钱 早就把我拉黑后删除了 我设有苏珊 自称是北上广独生子女 父母是高层管理人员 天使长相 魔鬼身材 家境优越 一进学校就斩了一群少男心 能拿下王天杰这个草包 倒是情理之中 我双手抱胸 我要是不呢 她冷笑 我爸妈明天就到春城 你要不给我就告你的状 谁知道你没钱 还能在学校过得这么滋润 怕是两腿一张 没少做生意吧 我气急 刚准备给她一巴掌 一只柔弱五骨的手 就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姚绵绵 你怎么这么小气 女神的联系方式 这么容易就要到了 我弟有点不可置信 她身后的摄友 伸手推了她一把 行啊 杰哥 女神的方式都要来了 你再不加 我加啊 她赶紧掏出手机 扫了二维码 今天是我有点粗鲁了 杉杉 回头我请你吃饭 赔礼道歉 苏珊笑得娇娇柔柔 不打不相识吗 你跟我们家小棉是熟人 我们自然也是好朋友了 她只是吐吐舌头 对面我弟的活 就都要被勾走一半了 王天杰走后 苏珊若有所思 就她压得我们家了绵绵 这么多年 抬不起头 瞧好了 姐替你收拾她 只有我自己知道 苏珊根本不是什么 富家独生女 她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苏昭弟 我望着苏珊 王天杰不是个好东西 你还是别招惹她了 她跟着狗皮膏药似的 苏珊满不在乎的 把发烧别在耳后 对付这种男人 还不是手拿把掐的 自以为全天下的人 都得惯着她 其实她算个屁 走了 吃饭 她把我拽去了食堂的路上 我的手机盯响了一下 进来一条好有深情 天梁王不破 王天杰 你要是敢在苏珊面前 说我的坏话 你就等死吧 拖油瓶 这是把我微信 从黑名单里拉了出来 又加上了 我一抬头 苏珊正盯着我的手机 脸色不好 不过她没有说什么 只是点了一大堆 我爱吃的东西 回去之后 我就看见王天杰 发了一条朋友圈 女神同意 做我女朋友了 上面是苏珊同意 和她交往的截图 底下有几个认识的人 评论道 666 还得是王哥 女神也得跪舔啊 王哥在大学里 四年的优先择偶权 是无庸置疑的 王哥牛逼 祝九九 小翠儿要伤心了 我把手机拿到苏珊面前 质问她 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漫不经心地摆弄指甲 跟谁谈恋爱不是谈 我替你会会她 我的心静生腾起一抹暗爽 碰上苏珊这打击 老王不死 都会退下一层体 系统 宿主 系统检测目标人物 即将到达春城 请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我爸妈 真的来了 我还以为王天杰是在撒谎 我像之鱼儿在你的河塘 我的手机铃声响了 是我妈打来的 我妈 小梅啊 我跟你爸来春城待两天 听小杰说 学校宿舍氛围不太好 要来蓝湾这里的房子住两天 你要不要来跟我们一起住啊 一家人也挺久没见了 嗯 不了 妈妈我在宿舍就挺好的 第一学期学校也不让无故外出 我妈 无所谓了 我帮你跟学校说 妈妈都多久没见你了 想你了 我再次想拒绝 系统的声音响起了 宿主 可以考虑一下 你离目标任务更近 得到的奖励次数或许更多 我同意了 说收拾一下就回去 因为我知道 我妈根本就不是想见我 而是我弟弟有怪癖 除了家里的保姆和家里人 她不习惯家里有陌生人 就连当初我刚回家的时候 也被她处处排挤 赶去车库睡觉 恰巧保姆儿媳妇坐月子 她辞职了 现在 我妈只是想给她 找个顺心的保姆罢了 我跟苏珊说 珊珊 我要回春城的家里 住一两天了 你要小心王天杰 别让那垃圾占你便宜了 她冲我抛了个媚眼 小绵绵 这么关心人家 好感动呀 说着 她还要跟我亲亲 外面传闻中的校园 冰山美人 在我面前 像一只撒娇打滚的狐狸 我赶紧闪到一边 躲开了 对了 你手里还有钱吗 我再给你打两万 没错 苏珊从进了校园 没几天 就都是我在养她 她美丽 自强 骄傲 跟我签了对赌协议 十年后三倍还我 却偏偏和我一样 摊上一对不负责的父母 没有给她一分钱就算了 竟然还想把她 卖给五十岁的官夫当媳妇 她穿了喜服 上了婚车 却在新婚之夜 踢碎了那个老男人的蛋蛋 抱着藏好的录取通知书 逃了出来 我现在有的是钱 当然不让的 就做了苏珊的金主爸爸 我不忍心 让她被那群恶心的男人垂涎 苏珊笑着说 放心吧 你之前给我的十万 够让我再装两年的富家独生女了 再说了 现在还有你弟那个提款机呢 我第一次去在春城的家 四十两厅的大平层 只给我留了一间最小的屋子 无所谓 我爸忙得要死 估计在春城也住不了两天 我就可以回学校了 我弟抱怨在宿舍住得不爽 我爸妈来了 正好合了他的心意 毕竟他现在追到了苏珊 在宿舍住确实不方便 也有借口夜不归宿了 他一进门就看见我了 跟他爸妈大眼瞪小眼 妈 你怎么把姚眠眠也叫回来了 我说的是咱们一家团聚 我妈习惯的陪着笑脸 儿子 我是看你在家里 自己不太好收拾房间 你姐在这里 多少能帮称一下你 后天我跟你爸回去了 你自己住这我不放心 咳得饿了怎么办 我发了个白眼 小声嘀咕 巨婴plus 妈保男一行人 我弟的脾气稍微顺了一点 可是我女朋友就在楼下 马上就上来了 我昨天刚谈的 喜欢的不得了 他还以为姚眠眠 是我们家保姆的女儿 他要是给我搞砸了怎么办 爱手爱脚的 爱手爱脚吗 是妨碍你对苏珊动手动脚了吧 叮咚 门铃被暗响了 我弟赶紧去开门 门外果然站着的 是青春靓丽的苏珊 我爸妈有点尴尬 还没来得及问我 弟弟女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昨天谈的 今天就带上门了 倒是苏珊热情大方地 跟我爸我妈打招呼 阿姨好 我是天杰的女朋友 听说阿姨和叔叔 平日里不常在春城 才冒昧上门打扰的 想问候叔叔阿姨 她手里提着两盒保健品和茶叶 我妈还没说啥 我弟倒是先抢着 替她说话了 珊珊 你真是有心了 虽然咱俩才刚谈恋爱 但是你就愿意来见我爸妈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 要不怎么说恋爱脑该死呢 这处处充满诡异的地方 往年间挠不成苏珊 对她一见钟情 真是太离谱了 苏珊看到了站在旁边的我 装作很吃惊的样子 绵绵 你怎么也在这里 你不是说回去待几天吗 难道你跟天杰是 我妈看苏珊反应 脱口而出 不是 苏珊盯着她 她舌头打弯 话锋一转 小绵啊 她是我家保姆的女儿 算我半个闺女 这两天她妈有事 恰好她等小杰在一个大学 就请她来照顾几天 苏珊笑了 我还以为小绵就是天杰的姐姐呢 之前听天杰说她还有个大姐 我弟说 我大姐在美国留学呢 怎么会是她 我也笑了 世子大开口 叔叔阿姨 正好我妈前阵子给您的报销单 您还没给报销呢 您直接转丢我吧 五万六千八百三十块钱 谢谢叔叔阿姨 苏珊就在一旁注视着这些 我打开支付宝 放在了我爸面前 我爸瞪了我一眼 小绵啊 要不等你妈妈回来之后再说吧 这么大笔钱 叔叔怕你弄丢了就不好了 毕竟你妈赚钱也不容易 苏珊扯了我弟的袖子 手搭了上去 叔叔 你放心了 小绵可是要考过会计证的人 可会理财了 我弟受宠落惊 不耐烦地看着我爸 顺便在苏珊面前冲阔 爸 你赶紧给他吧 咱家又不缺 这撒瓜俩早的 别让珊珊看笑话 我爸恨恨地看了我一眼 仿佛我要的是他的命 支付宝到账五万六千八百三十元 我毕恭毕敬地冲他鞠躬 谢谢叔叔 我妈不会做饭 我说我不会 我弟干脆直接提议去饭店吃 苏珊眼睛一亮 用小拇指勾了勾我弟的手 天节 我想去月燃居吃 月燃居 人均四千打不住 主打一个菜品精致 新鲜 贵 平时两个人放开了吃 很轻松 就能吃到一两万的 我爸虽然有钱 但是他抠啊 钱只舍得给他儿子花 我爸不太满意地看看苏珊 对王天杰说 不然我们随便去楼下吃点吧 外面贵的地儿 不一定就是好的 我弟还没说什么 苏珊开始作妖了 他有些失落地看着我弟 我还以为第一次和你们家人约会 可以有个美好的回忆 毕竟也是我们两人一起吃的第一顿饭 月燃居是我爸妈以前经常会带我去的地方 我都当成自家食堂 没考虑叔叔阿姨的感受 是我不好 他眼眶微微泛红 渲染玉气 看到我对心里一揪一揪的 我弟 爸 吃顿饭而已能要你几个钱 我女朋友第一次上门 你至于这么抠吗 苏珊拉着我弟的手臂 不要因为我跟叔叔阿姨志气 是我不懂事 我弟爸气地宣布 没事宝贝 必须去月燃居吃 我要把最好的都给你 我爸心疼得快要滴血了 还是我妈赶紧替他答应 吃吃吃 不就是一顿饭吗 你爸是怕你们吃不习惯 不是别的意思 咱家呀 有的是钱 苏珊得逞后就甩开了我弟的手 抱住了我的胳膊 绵绵 那咱俩今晚可要多吃一点哦 叔叔阿姨把你当成了半个女儿 你跟他们客气 就是作假了 我爸几乎是背过气儿了 他就没有打算带我吃这么贵的餐厅 我妈怕他晕厥了 死死掐着他的手臂 一起去 一起去 都是自家人 菊花鱼绒羹 葱油捞笼斑 海皇三宝 帝王谢来两只 黑松露炒食书 我妈本来只是假意问苏珊一句 让他先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苏珊毫不客气的点了一溜 我心里一算 大概花了三万八 点完之后 把菜单递给我爸 叔叔 我先随便点几刀我爱吃的 剩下的您来吧 一顿饭还没吃 我爸的脸已经比里面厨房的锅底还黑了 也是辛苦他了 这一天脸色就没闲着过 还没刚消停一会 我弟开始了 爸不想买个车 我爸一口汤没喝下去 像喉咙眼里了 嗨嗨 买啥 可你还是个学生了 我弟理直气壮 学生怎么样了 学生就不能开车了吗 别管了 我就要买 我妈按下了我爸的蠢蠢欲动 儿子这么大 买车就买呗 不然跟珊珊去玩也不方便 刚抽空的时候 我弟给我妈介绍了一下苏珊的家庭背景 北上广独生子女 父母是高层管理人员 哄得我妈没开眼笑的 直夸我弟厉害 能拿下女孩的心 我弟张口就来 保时捷七一八 Box就行 跑车 帅得很 苏珊看我弟的眼神 都是亮晶晶的 我弟胸膛都挺得更高了 感觉自己很有面子 我妈迟疑地问 儿子保时捷多少钱 不便宜吧 我弟豪气 这款便宜 我知道爸妈也辛苦 也就一百多万吧 我爸一激动 把舌头给咬了 系统 免解 你可赶紧添把火 还差两次偏心次数 就可以升级系统了 我开口 叔叔 阿姨 其实我们学校里开好车的 也是大把大把的人 隔壁金融系 不就有个开小牛的吗 你知道妈珊珊 我跟苏珊默契绝绝子 她接了我一个眼神 就知道我在想什么了 她放下筷子 我知道 那家伙还来找过我 让我当她女朋友 不过就是 家里有几个小钱王裤子弟 我看不上 我妈有些愁 你爸前阵子才亏了一千多万 家里现金流不多了 我弟应激了 妈 你当着我女朋友面说 这个干什么 爸 不就一辆车吗 你给句痛快话 到底买是不买 连个盖板保时捷 都不舍得给我买 你配当我爸爸吗 我爸要哭了 买买买 祖宗买 我现在就给你买 我弟早有准备 直接找到早就加好的销售 让我爸付了全款 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 喜提保时捷718 Box Day信号2 目标任务赔付成功 余额不足 额外赔付宿主健康20点 您的父母各抽取10点 我一下就感觉神清气爽 小说身上落下的小毛病 一瞬间就毫无感觉了 余额不足 这是给我爸妈现金 流干破产了 牛啊 哈哈 这一顿饭 就吃完了我爸妈 全部现金流 当天下午 他们就落荒而逃了 零星前还没有忘记 让我好好照顾我弟 我爸还想把那 56830元要回去 我当没听见 借口肚子疼跑掉了 有苏珊在 他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他们俩来的时候 坐飞机来的 走的时候坐高铁 二等坐走的 我一下资产就多了几百万 楼上还有我两间大平层 系列那叫美滋滋啊 我问系统 还有多久可以升级 升级后有什么功能 系统 免解 只需要一次 咱就可以升级了 我 他怎么突然就叫上解了 系统 免解 我就知道你是我独具慧眼 万里挑一的宿主 咱在家把劲 我升级后有投影功能 无论目标人物在哪 咱都可以实时监测 还有爱意剥夺转移 功能老多了 我怀疑这话 他是不是跟每个宿主都这么说的 送走了我爸妈 王天杰看着苏珊 甜甜嘴唇 宝贝不早了 我们也回去吧 苏珊揽着我的手臂 可是刚刚 学校辅导员 让我跟绵绵去学校找他 我弟急了 不舍得 但苏珊就这么走了 宝贝 别啊 萧州说之前有人订好的车 突然又不要了 让我捡了个漏子 要不平常都要等很久的 咱一起去看看呗 我也想看看我的两辆保时节 苏珊看我有点兴趣的样子 说道 好吧 但是今晚一定要回学校哦 我们才刚谈恋爱 如果就夜不归宿 人家会说你是渣男的 宝宝 我不希望你被别人误会呢 我弟感动了 珊珊你真好 你放心 我对你跟他们不一样 我会很珍惜你的 我偶了 不一样 不 一样的下贱 渣男就该死 王天杰直接掏出手机打车 我们三人去了销售店 销售人员早就等着他了 王先生来了 您真是好运气啊 原先有个企业 一口气订了舞台做奖品的 等了四个多月 结果不要了 您敢巧了 他在苏珊面前装逼 行 带我和我女朋友去看看吧 不得不说 到底是保时节的销售 有限车 直接就准备去办手续了 系统问我 免姐 您的保时节要现在提吗 您想什么收提 咱就可以就什么收提 咱是VIP 我 行吧 那提 系统 好嘞 已在后台官网 生成您的购买付款记录 您已成为保时节尊贵用户 走的至尊路线 随时可以提车 苏珊说要去上厕所 他走了之后 我往前凑了凑 王天杰就伸手推了我一把 你看看热闹行了 真以为你能买得起 过两天 我要带苏珊开房 你最好不要再跟过来 天天跟着狗皮高似的 到处乱贴 我白了他一眼 你要去开房 那你可千万记得 带三颗小米 那么小的鸡 三颗够吃了 真是牛子小小 说话屌屌 王天杰炸了 你他娘的说什么 我 你娘说什么 我娘就说什么呗 销售赶紧上来劝他消消气 在他眼里 就是阔绍跟自己女朋友的闺蜜 吵了起来 可以理解 王天杰 把他撵出去 不让我不买了 销售 您真的不买吗 那我联系其他客户了 王天杰 开玩笑的 不买 我笑死 正好今天有限车 那我是不是也能提车了 王天杰嘲讽我 电动车在隔壁 你要去赶紧去 过一会该关门了 我直接掏出手机 在销售面前晃了晃 莫 可以提车吗 至尊 VIP 销售的小小的眼睛 一下瞪的大大的 直接扔下了王天杰 能能能 你想提车随时都可以 您看您是今天开走 还是我们给您送过上门 王天杰骂道 疯了吧 他有个屁钱 姚绵绵你再会卖 也卖不出保时捷的价格吧 我神神秘密 你爸说你被养费了 私下给了我五百万 你要不信你就去问哦 不过他肯定不会承认 你可以查查他银行卡 我估计是没钱了 爸爸表面上对我不闻不问的 其实都是做戏给你看的 就是捧杀你而已 你真拿自己当个宝了 等你升了你们老王家的下一代 你也就算到头了 王天杰骂我 你放屁 我爸怎么可能给你这个脱油瓶钱 你姓姚 我姓王 你也就是沾了我的福气 要不早就给你打掉了 他说的没错 当时我大姐刚生没多久 家里愁眉不展 可是毕竟是第一个闺女 为人父母的最初喜悦 让他们舍不得大姐 后来有高人指点 说我姐不聪明 可以再要一个孩子 我妈终于又怀孕了 结果一查必超傻眼了 买一送衣 肚子里揣了两个 本来是龙凤城祥的好事 让他们恨得牙根痒痒 因为高人说了 只能要一个 而不是一胎双宝 这事本身就是有风险 免得有人眼红 我妈怕伤着我弟 愣是没敢减胎 躲到乡下生了 做完日子之后 就把我留那儿了 我努力从回忆中挣扎出来 似笑非笑地看着王天杰 鸡蛋总不能放一个筐里 不然 你去问问你爸妈手里的钱去哪儿了 看看他们能能说出我所以然 我贴在她的耳朵上 你真以为你爹妈真的在乎你 你知道什么叫捧杀吗 只要你生了下一代 你也就是个弃子 你以为你比我好哪儿去了 你妈可说了 让我稳住你 你要的东西 他双倍给我呢 对我刻薄只是瞒着你而已 你啊 无非是比我多了一个小鸡崽子 我看了一眼旁边吃够瓜的销售 提车 今天开走 销售赶紧去给我查订单 然后又跑了过来 姚小姐 你全款订了两台车 今天都提吗 我弟震惊了眼睛像同龄 我抠了抠指甲 先提一辆 我弟拦住我 你给我说清楚 这话什么意思 我 自己打电话问问 我说啥你也不会信 我弟虽然不信 还是打给了我爸 我爸花了这么多钱 心里头正不痛快呢 对自己好儿子也没有好态度 兔崽子 你又想要什么 我弟身吸了一口气 爸 咱家还有钱吗 我想要个20万创业 他试探的很谨慎 平日里 他要个几万块 跟喝凉水一样简单 何况这次只是区区20万 我爸升线提高 开学前几个月才给了你50万 还给你买了大平层 你又带什么女朋友 回来坑老子 家里现在真没钱了 你等我腾腾手 回家卖个门户再给你 旁边我妈把电话抢了过去 儿子 抓紧机会 最好让这个女的 赶紧给咱家生个孙子 我刚看那个苏珊屁股挺圆的 一定能生儿子 我妈的说法 正好和我刚才不谋而合 我弟眼睛一下气红了 孙子 孙子 没孙子你们俩能死啊 挂了 这熊孩子 怎么跟爸妈说话呢 王天杰受到了打击 也不等苏珊了 跟销售说了一句 改天再提 浑浑噩噩的回学校了 我给苏珊发消息 傻X走了 速来 苏珊这才从厕所出来 这家子真是奇葩 家里几千万 竟然不给你花一分钱 我无所谓耸奸 小时候批命格 有个瞎子对我爸妈说 我天生讨债的 对我花钱 会让家门不幸 苏珊小嘴一撇 呸 晦气玩意儿 我跟苏珊开着新提的车 回了学校 我没有驾照 但是苏珊有 这下更加坐实了 她白富美的称号 我弟回到宿舍里 才想起来 自己把女朋友扔那儿了 着急忙慌地 打电话过来 给苏珊道歉 别看她 对我爸妈脾气不好 对苏珊还是很甜的 宝贝 刚才我宿舍兄弟 突然出了点事 不好意思哈 忘了跟你说一声了 苏珊靠在栏杆上 嘴里嚼着泡泡糖 声音有点委屈 你是不是心里没有我呀 你知不知道 我等了你多久 我像个傻子一样 在那站了半小时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是去帮大款的呢 王天杰 分手吧 我弟哀嚎一声 不能分 我不许 我知道你心里是爱我的 再给我一次机会 苏珊 可是你爸妈 好像都不喜欢我 吃饭的时候 说说脸色很差 阿姨也私下跟我说什么 生儿子生儿子 咱俩才刚在一起 把我当什么了 那种认识两三天 便爱脑上头 就要给人私奔的女孩吗 我弟就拆过来磕头了 祖宗 我爸妈不是这个意思 他们脑子有病 你跟我在一起 以后我们家 还不是咱俩说算 苏珊笑了 可是咱俩连的定情性物都没有 这样 你要是自愿送我一个 让人满意的礼物 我就跟你和好 我在旁边看的一愣一愣的 真是一物想一物 我要是有这个手段 我还绑定什么系统 系统 宿主 咱还差一次就可以升级了 我知道 爸妈现在虽然手里没现金了 但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家底还是有几千万左右的房产的 我弟一定能弄出来钱 冰咚 我的手机进来一条消息 傻X 姚绵绵 苏珊喜欢什么东西 我 凭什么免费告诉你 你算老几呀 傻X 向你转账2000元 傻X 可以说了吧 我 叫生姐听听 我刻意羞辱我弟 我以为我弟会不情愿 谁知道他干脆利落 姐 你告诉我 苏珊喜欢什么吧 嘿 这孙子 我大发慈悲 把我准备好的拍卖汇物品表发给他 看到了吗 苏珊喜欢翡翠镯子 你要是能送他一个 价值连城的翡翠镯子 他怕是这辈子只认你一个人 可是你想想值得吗 为了一个刚认识的女人 我弟试探了一下苏珊 苏珊果然表现得特别感兴趣 还说如果此生能得到这样的镯子 真是 死都愿意 我弟怒发冲官为红颜 真去问我妈要钱了 一周后 我支付宝到账3000万 1000万是他买的镯子的钱 2000万是系统赔付 可是那个镯子 是我送去拍卖的 系统性高采烈 本次升级成功 新增爱意转移功能 宿主可以指定夺取目标人物的爱 有效时间140天 冷却时间10天 我爸妈让他磨的 不给买他就要上吊 只能在最好的行情里 低价卖了几个最好的门铺 系统判定减去我爸爸50点健康值 两人资产一下子又回到20年前 我姐知道后 偷偷把他在国内的两套房子都卖了 消失在了美国 等我爸妈在想联系他的时候 早就携款失踪了 我爸抱着我妈欲哭无泪 没事 咱至少还有个别墅 儿子不寻死逆活就好了 就当消灾了 我听人说了 这种翡翠镯子日后涨价很好 那个你的以后嫁过来 不还是咱家的东西吗 我弟带着镯子去找苏珊的时候 苏珊正在和另一个有权有势的富二代 共进晚餐 我弟把盒子放在苏珊的面前 珊珊 我给你趴回来了 一千万的镯子 苏珊很感动 然后拒绝了我弟 可是 我觉得我们有点不合适 你父母重男轻女 我怕我生不了儿子 我们还是分手吧 我弟终于意识到自己被耍了 臭娘们 你是不是耍我 老子打死你个贱女人 说完就要去打苏珊 被旁边的富二代一脚踹地上了 我弟只能放下了一句狠话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和苏珊啥也没等到 等到了他跌肾衰竭的噩耗 我爸先后扣了60点健康值 不知不觉 身体一下就垮了 医生司空见惯 给我妈解释 必须换肾 不然活不了了 我妈像天塌了一样 把我和我弟喊了回去 我弟站在病房前 满不在乎的对他说 那就给我爸换啊 咱家又不缺这点钱 我妈 咱家最近做生意 也不知道怎么弄的 到处亏欠 又给你买了房买了车 还拍了手镯 真没几个钱了 除了家里住的别墅 能卖的都卖了 我弟还有点善心 拿镯子去找翡翠回收的 结果人家只报价20万 他愤怒的上前 捶了人家一拳头 又赔了5万块 他去找拍卖商 人家根本不认 买定离手 自己没眼光怪谁呢 搞了一圈 只能灰溜溜的回了医院 我妈彻底绝望了 大巴掌伤了他十几个 我就知道我不该生你 跑债鬼 跑债鬼 我姐跑了 我妈只能考虑 我和我弟配行 捐给我爸一个肾了 我无辜的 对他和躺床上的我爸说 可是妈 我姓姚啊 我又不是你们老王家的人 我为啥要捐啊 我妈膝盖一软就要 给我磕头 我一闪三米外 妈别这样 你跟弟弟好好说说 他肯定不会 看着他爸爸死的 我妈声音颤抖 可是你弟弟 还要生儿子 男人怎么可以没有肾啊 我摇头 不就是腰子吗 弟弟有两个 给爸一个不要紧 我不行 我以后要嫁人的 婆家嫌弃怎么办 以后我嫁出去 就不是你们家的人了 嘻嘻 我不捐 等你老了 我会一个月给你五百块就行了 反正你也是只是生了我 又没养 我私下偷偷对系统说 夺取我爸妈对我弟的爱 转移到我身上 顿时 我觉得铺天盖地都是爱意 然后我妈在看我弟的眼神 就带上恶意 跟以前看着我的目光完全一样 他怒吼我弟 王天杰 你要是不给你爸捐这个肾 家里所有财产 我就都给你姐 这么多年 我们为了你 亏待了你姐 到最后你败光了我们的家产 给你花了这么多钱 养只狗都能成精了 你不捐 我就去告你 去你学校让你身败名裂 我弟只是情商不行 智商还是在线的 不然也不会高考数学满分 他迅速背着我妈 打了留学申请 一边拖住了我妈 我乐于看热闹 让系统隔两天 就给我爸加几点健康值 就这样让他撑着 等自己儿子被刺 终于 我弟的留学申请下来了 他直接跟我姐一样跑路了 有我妈和我爸两个人 在医院里相看两无语 系统问我 免姐 咱真的要弄死你爸吗 我怎么感觉 系统语气里有点兴奋 我摇摇头 不弄死 给他健康值加到70 留他一条命就可以 我要让他亲眼看看 为人父母不公的下场 我爸出院后 家里只剩一栋别墅了 厂子也卖了 说我找人买下来了 他给王天杰买的车和房 让那小子全给卖了 把钱带走了 现在效益不好 他别墅物业费都交不利索 卖了别墅 后来跟我妈回老家 等着坐吃山空了 现在他的病 就是个无底洞 也不知道这点钱 能让他花多久 我隔三差五的就回去看看 每次去的时候 他都拉着我的手 泪眼婆娑 连连 爸妈对不起你 其实 我回去的目的 就是想看他们 这副难过的表情 我不回去 他怎么能想起 远在美国 尽心培养的那对儿女 他们俩却不知道 半辈子攒下的家业 都在我这个面上的闺女手里 两人生怕我嫁人了 以后没人给他来养老 百般讨好我 一时间让家里亲戚都唏嘘不已 说两口子就是年轻时做的孽 报应了 我在餐厅里 和苏珊吃高级料理的时候 我笑嘻嘻地对苏珊说 宝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苏珊风情万种地抛个媚眼 我的要求可是很高的 不满意 我可不要哦 下一秒 苏珊的脑海中传来金属电子音 请问 苏珊小姐 您是否愿意绑定重男轻女 双倍赔付系统 我创她举杯 珊珊 希望你接下来的日子 过得开心哦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